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广东没流量 CBA转播平台再犯荒唐错误 广萨不配有名字吗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珊 在最近CBA总决赛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了除了比赛的结果备受关注之外的话 另外一个官方的CBA转播平台在这一次的转播过程当中呢也是发出了一个很荒唐的一幕 那接下来具体要大家分享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 总决赛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那么最近了CBA总决赛的第1场比赛已经结束我们就用聊天队呢是1-0战胜的广萨队处于领先的一个地位 当然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很多球迷一方面的关注的这场比赛的一个结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也有注意到那么这一次作为CBA的官方转播平台呢 咪咕体育他们在这一次也同样犯下了一个很荒唐低级的错误 在比赛结束之后遭到很多球迷的诟病和批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呢 辽宁队大比分战胜广萨队之后呢 那么咪咕体育在他们的社交平台当中呢也是 跟着发布了一条动态 这是历人匪夷所思的事呢 那么他们这一次发布的动态呢 居然把广萨队当成了广东队 那么这种是发布了这么一条文字 那么说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辽宁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呢战胜了广东南南取得开门红 那么这一句话呢无疑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他们呢把广萨队呢当成了广东队并且呢完全没有提到广萨队的名字 所以呢很多球迷啊也非常的在生气 并且呢吐槽这一次的一个官发转播平台 为什么不提广萨队呢 难道是广萨这边不配拥有名字吗 那么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说把这一次广东南南又再次拿出来说事呢 难道没有了广东队就没有了流量了吗 其实啊球迷之所以如此生气呢是因为这一次呢这个转播平台呢已经不止一次的话犯下了类似的荒唐以及这个无疑的一个错误 包括在此前呢我们看到辽宁队大比分战胜广东队之后的话 那么当时呢他们在某平台当中发布一个短视频 有一些极端的球迷呢就在底下去抹黑广东队 结果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么这个专官方转播平台的一个运营编辑呢居然在底下用官方的账号给接些抹黑的言论去点赞 所以当时这个做法呢也不仅是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一个抗议 甚至引起了广东宏远官方微博的一个注意 所以在此之后呢包括广东宏远的官方呢 以及啊一件年的中文网的官方账号都在社交平台当中呢提出一个抗议 并且要求这个官方转播平台的进行道歉 那么最后呢也以他们的一个诚意道歉了这个事情 才算了结 结果没有想到那么距离上一次的一个荒唐错误才没有过去多久之后呢 他们这一次又犯下了类似的低级错误 实在是太过业余了 所以说实话我们都知道的这次官方平台的肯定不是故意的 但是呢作为一个专业的平台 而且在这一次又收获了这么好的一个流量 是否能够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专注一点能够用心一点的 毕竟呢这样的一个 专业的平台呢已经有很多球迷的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呢 也不仅是关乎到他们转播平台的一个声誉 更是关乎到整个CBA联盟的一些口碑和专业度 所以希望他们之后不要再拉垮拖后腿了 毕竟这种事情的话那么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 但是到头来不断被放大了 可能伤害到的不仅是广萨的球迷 甚至呢连广东的球迷可能都会非常的生气 影响是极度不好的 所以说实话我们以后不想再看到类似的一些业余的举动 希望的这些官方的总播平台呢能够稍微专注一点 那么把每一场比赛都能够做好 让所有球迷都能够享受总决赛的带给大家的震撼 充分好好的享受比赛带来的快乐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